我不是挑起中年人跟年轻人的对立 但确实是这么回事 话虽难听 但话操理不操 我们那个时代经济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时代经济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你闭了夜之后 你心里还没事吗 这真的好多时候别 你别看不起那些人 那些人真的也是很辛苦 他十年间 每天起早贪黑 就像我一样也是做技术的 我知道人家受了多少苦 你们知道吗 现在这个位置是北京时代广场 有了解的应该知道 这个楼房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面都是富士结构的 就一个方块里面是两层 然后这边周边都是各种各大学 这块还在线 这是工商大学的 据说是工商大学的楼 具体有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边上这就是防山线 凉乡大学成寨 咱们大概看一看 这周边周边的这边的小区 大概在四万左右吧 房价四万左右 但其实你像这个地方离凉乡很近了 就往前在一两站地 房价就能便宜到两万 但是这个楼就肯定更不行了 你像这种富士结构卖不上价 我估计卖两万现在都够呛 但是这小区没出房子 都是有人住的 都是有人住的 北京那个住的问题不是问题 商业才是问题 咱们大概看看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周边全是大学 所以我感觉它应该商业还是可以的 基本上没啥倒闭的 但商业不错 然后这块因为它在等于被这个大学成包了吗 就是这块有什么酒店 就大学生约会啊什么的 好家伙差点说错了 乱七八糟的 这个这都能满足 还有看电影 电影也行 这边有电视院 这还有盲口大虾呢 是吧 就是你挨着学生挨着孩子 真的不愁饭吃 在中国真是这样 你像我家孩子 学个小狸琴乱七八糟的 就可劲花钱 你让他学习吧 配套的 你中国还得跟他吃饭啊 什么的 对吧 这钱不就上来了 还可以啊 还可以 生态不错啊 商业生态不错 给点个赞 你看现在没什么人 但其实不重要 不重要 他你在学 这种学校的区域内 中午这样很正常 一般都是晚上人会多一些 你像这个地方 说实话赚学生的钱 是最容易的 就是谁家的孩子 家长也不想让他吃苦啊 对吧 就是他们的钱 是最好赚的 你好多大学生 出来住 其实租这种房 我觉得就挺好 那肯定比你住宿舍舒服 宿舍你四个人的 六个人的 你 对吧 我感觉六个人都是我念书那时代 现在好像很少有六个人的宿舍了 基本都是四个人跟两个人的 哎呀 黄了 哎 黄了 黄了 反正黄了的也不多 这是那电视院 新影园 亚东深影城 你看这个就是要做活动啊 一看他铺地毯肯定就是时候要做什么活动啊之类的 是吧 胡上阿姨是吧 上海少妇 俱乐部 这家店也关了 以前还行啊 这块 因为因为他这附近 你总是有学生过来 你像大学 对吧 到晚上特别是晚上 然后内栋楼的商业也多 中小企业在内栋楼 这北京时代广场还不错吧 地位还可以 主要我来的不是时间点 像这个地儿 你们不用担心他的商业 挨着大学长 能有什么商业不好的 就你在那存钱罐里 你还说你挣不到钱 那就真的只能怪你自己吧 是吧 同学们 今天这个地儿还凉快一点 然后有朋友让我给他看看阳光一上 咱们顺着这边的阳光大街 阳光大街 咱就过去看看 然后 然后 这个 这小区 估计也不咋地 反正你像这种小区 都紧挨着北京时代广场 它底上能好得了吗 我要有钱 我也在北京时代广场租摊位 不会在这儿租 这两天有朋友给我留言了 因为我上回说啥了 说我那朋友要去回老家 回老家 北京房子卖了 回老家 回大同了 然后有朋友说 是吧 说他是待不住 没能力留在北京 其实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 就是他有能力在十年前北京买房 就证明他能力是没问题的 那换句话说 我觉得能说这种话的可能也是年轻的朋友啊 你像我们这种中年人都已经比较理智了 但是对年轻人来说 我同样给你十年 你能在北京挣出一套房来吗 就像我去同方大厦的时候 我说什么早上四点半 四点下班 上午十点上班 这 那个时代年轻人就是这么挣钱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挣钱的 玩命 在早的时候 11年 12年 11年 12 10年 半个月不睡觉 给你六万块钱 奖金 你干不干 对吧 就 那一个时代过去 我拿那辆钱买了我第一辆车 辆宝莱 大众啊 Voswagen的车 宝莱 Bora吧 这BORA那个车 当时买的是 一 一几款呢 反正是那个 狮行前辆那款车 他前大灯像是 那车头就像狮子 都十好几年前了 那我第一辆车 就是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很实在 就 没别的 赚钱 辛苦赚钱 那现在年轻人呢 对吧 你 就是你们可能没有赚钱的机会啊 但是 就 至少是赚钱机会不多啊 但是你 可着劲 坑爸妈也不合适啊 是吧 其实我说也说过 你看在B站上 那么多年轻孩子 挤胸的 跳舞的 还有叼飞盘的 对吧 叼飞盘的 那只 那只老狗 我就是看不上 叼飞盘的 挤胸的 然后那个 跳舞的 我都 我都觉得挺好的 这社会 它就应该这样 多元化嘛 就那丢飞盘的 我都讨厌它 我也是 骑墙的人 但它 绝对不是 骑墙的人 它是个坏人 这块就是 阳光一上了 你看到眼前 那小区 它等于在 这个梁乡东路 和那个 玉竹园东街的 那个交叉的位置上 我对这个 阳光一上 小区 有很深的印象 因为最早的时候 我在这边的一个 就是天的位置上 老有登三楼的 卖那个煎饼的 我当时 哪一天早上 在这买了个煎饼 所以我对阳光一上 还是有感觉 阳光一上 现在房价 大概三万多 三万多一点 你要从 梁乡地区 你阳光一上 就属于梁乡地区了 来看 这个房价还可以 不是很低 当然 它这楼 质量也要 比这边的好 这边的楼 都是阳光一上 这小区的 你看 它底上还可以 对吧 也有关门的 但不多 去哪还没个关门的 现在 真的 哪都有关门的 只是看多少的问题 但阳光一上 还有 还有这边 这个小区 这边是回迁坊的小区 都还可以 你看它这边 这个户型啥的 都还 都还不错 你看 回迁的 就 就差意思了吧 中国就这样 回迁的 就不行了 商品房 就好一些 阳光一上 这个小区 它房子 基本上 从东西向 到南北向 都有 刚才 林那侧街的 就是东西向的 林这侧街 就是南北向的 然后相对来说 我看它这边 一般而言 东西向的房子 会比南北向的便宜 但实际上 我看了一眼 这个在售价格里 基本都差不多 基本都差不多 然后这小区 在这附近 算是还稍微 有点档次的 因为跟周边的 回迁坊比 那这边 还是有点水平的 另外一个 就是面积吧 基本从60平 到100多平都有 你们也可以看 它当时 这个建筑造型 还有用料 就跟周边小区 完全不一样 底下的商业环境 也还可以 真的还可以 那相当于很多 在凉乡的小区 真的是不错了 好家伙 这个阳光一上 我以前是没来过 来了之后 这里面还有别墅区呢 一侧有五栋 绿树成荫的 那即便这种高层 也都是绿树成荫的 我没进来过 我说回我刚才说的话 我觉得他挨着那个灰牵房 可能不怎么好 但来了看 我去 这个社区还可以 确实是社区还可以 管理挺严格的 我废了牛进才进来 跟着人跟进来 要不连进都进不来 这边都是别墅 这个小区的绿化率 真是不低呢 然后你看这边的这种别墅 其实也挺好的 这小区的品质 要说在房山 就是说凉乡而言 算是品质不错的 一个人绿化率高 然后别墅 还有别墅 别墅区 真的是不错 我还真 我还真没把这当回事 因为我记得这个地儿就是挨回钱房间 来了之后真是啪啪打脸 修的这种园林 小区里就带一个这种园林 我差摔着 我算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区的 为什么只有这个小区周边商业那么好 原来这住的都是很有钱的人 至少说比较有钱的人 你这么看这房子俩真不贵 三万多是吧 真不贵 不知道别墅多少钱一平 我看那别墅 小别墅都挺好 一看这物业 这都挺有心的 像这块的物业费 我估计也不低 像一般的小区 哇塞 谁管你 想咋量咋量 根本就不会有公共的区间 公共空间给你晾衣服 这儿的小别墅 跟很多地方也不一样 这边小别墅没有那么多空置 虽然也是五环卖了 但是说实话 没有什么人跑 你不像月歌庄 卖房都跑了 这块真很少 你看到没 感觉特别好 汉白玉的廊桥 真会玩 真会玩 行了 咱今天就到这儿吧 说实话 这朋友让我来的阳光异上 确实让我改变了 对阳光异上的一些固有看法 确实我不认为 在这个回前房边上 能有啥好房子 但你看了 看 这个小区的品质在防山 在长阳 对我说错 在梁江而言 是比较高的了 而在同区域的 包括在 长阳 像这种 类型的小区都很少 因为长阳那是新建房 多以高层为主 对吧 行吧 那就这样吧 阳光异上真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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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